南北韓越來越重要 好 就在雙方一個求助北韓 一個求助南韓的時候 突然之間發生了一件 我認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景緒 發生什麼大事了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居然做了空中聯合巡航演習 等等 時間點剛好在 你說俄羅斯的防長到北韓去 然後烏克蘭的防長到南韓的時間 出現這個戰略巡航 我跟你講 這個戰略巡航很重要 不過這還不敏感 五架中國大陸戰機 六架俄羅斯戰機 11架編隊飛行 對 最敏感人在這裡 你知道11架飛到哪裡 飛到哪裡去 飛進南韓航空識別機 這個太針對去踹人家的門了 飛進南韓航空識別機 南韓呢 和美軍呢 還沒完 他出動的是什麼飛機 是 他出動的是 突九五 是 轟六 你完全是來踹門 要讓他 沒有寸草不生的地方啊 他不是弄一些什麼戰鬥機 不是 他是突九五 對 跟這個 都是戰略轟炸機 跑去南韓的那邊 所以 中國大陸 俄羅斯動手了 對 這個行為馬上立即警告南韓 美國你要有角色啦 對 好 那美國也行動了 就只有你們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在那邊囂張嗎 第一個 美國三個航空母艦進了西太平洋 從來沒發生過的事情 是 從來沒有 好 第一個 把羅斯福號回日本橫河區母港 是 第二個 把另外一艘航空母艦 派到夏威夷 第三個最可怕 林肯浩好辛苦 在中東戰鬥打完了 拿回來 他要回美國了 他居然從馬六甲海峽 現在進了南海了 他就怕亞洲出大事啊 對 你們三艘在那邊 我就三艘航母來 最後我還要講一個 法國的戴高樂航母也來湊熱鬧 法國人也來了 9月18號離開法國 你知道航向哪裡 對不起 印太地區 而且他還帶了一艘核子動力潛艇起來 西太平洋太熱鬧了 我告訴你 大家現在只看到俄烏 沒想到四艘航母會南海 原來現在空中海上 我們附近南海這麼熱鬧 這將成一個世界戰略的新焦點 二無戰場的領東之戰 現在如果真有接下來的和談的話 雙方都在爭取更多的籌碼 路透社報導 二軍正以迅雷不及掩耳速度 不到30天拿下了半個倫敦大小的土地 連噴火無人機都出動了 我們以為普丁紅線被踹破 就會考慮核武報復錯了 最新情報 早在三年前他入侵烏東的第一秒開始 已經下令所有俄羅斯核武基地 進入全面備戰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奏 早就已經奏響了嗎 過去一段時間大家都看到說 烏克蘭的軍隊打到俄羅斯的本土裡面去了 結果現在最新的進展出現了 居然是俄羅斯的軍隊 大幅度的往烏克蘭的境內去進攻 你用這兩張圖你就會發現到 這是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俄軍所佔領的這個區域的線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紅色是俄羅斯戰 沒有錯 但是經過一個禮拜的時間 你有沒有看到 他的佔領地居然變大了 所以媒體記者就發現到說 俄羅斯的軍隊過去一週內 佔領了大概235平方公里的 烏克蘭領土 差不多是半個倫敦的這個大小 而且創下了今年美洲最高的 這樣的一個推進的這個紀錄 那現在問題來了你知道嗎 俄羅斯他其實也從這個 俄烏戰爭裡面學到了一件事情 這個無人機很厲害 現在傳說他在昨天的時候 一共發射了188架的這個無人機 即襲擊這個所謂的烏東地區 你講到的無人機 雙方為了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 殺紅眼了嗎 都有久在人道邊緣了嗎 烏克蘭不是才剛剛看過 那個錯股揚晖的噴火無人機 俄羅斯也來了 你看喔 他公佈了一個四旋翼的這個無人機 那你無人機下面其實就像畫面上面這個 你看他有沒有一個長長的東西在機身 噴出這麼長的火焰 他大概可以噴兩到三公尺左右的火焰 那當然對外界來講覺得說他可能震懾效果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你要噴火嘛 尤其在運動當中啊 你如何精準的說我邊真的能夠噴到這一個 所以他們覺得說這個有可能是宣傳的意味 對比較強烈 可是對俄羅斯軍隊來講 就是說我什麼跟你宣傳 我沒有要跟你宣傳 他們現在有一個S軌動的這個無人機 被稱之為叫做最強療機 為什麼你知道 過去我們看到這個無人機如果是偏小型的話 它的飛行的作戰半徑可能就是10 20 30公里 了不起喔 但是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這一款 這個S軌動的這個無人機 它跟戰機相比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體積大小幾乎差不多 再來就是它本身能夠飛行6000公里 最高時速達到1000公里之外 它的內部啊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它在整個機腹的下方啊 它擁有四個內置的彈艙啊 那這四個內置的彈艙啊 意思就是什麼 我可以隨時投射投擲這個炸彈 或者是發射我要發射的武器 但是這一款這個無人機啊 最近也被認為說 哇你雖然很厲害 但這個什麼叫做神話破功 因為烏克蘭方面就講說 我跟你講喔 事實上有一架這個S軌動的這個無人機 已經被擊落了 大家會覺得說天啊 你烏克蘭這麼厲害 結果烏克蘭還非常的謙虛說 啊不是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 它是被他們自己的那個防空系統 把它給擊罪 也就是俄羅斯的人 擊落了自己俄羅斯的無人機啊 今天一開始人就讓我們看到了 188架的無人機 俄羅斯迅雷不及掩耳 30天拿下了半個倫敦 怎麼辦 滿天都是無人機 烏克蘭居然使出了這一招 用網子張開天網 把你捕捉下來啊 有時候我們說啊 這個辦法就是人想出來 無人機可能對現在的這個現有的防空系統來講啊 其實有時候比較難偵測 因為它比較小嘛 所以有一個說法叫做無人機就可以啊 對 客製無人機啊 你知道烏克蘭居然研發出一種方式 這個方式說穿了沒什麼了不起 就跟漁夫撒網捕魚的概念是一樣的 是這樣的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他用一架無人機啊 去監控了另外一架無人機 就在我們講話的瞬間 他丟出了一個拋子網 欸 好像蜘蛛網 把它網起來 哇喔 這個在國外你有沒有看到 太扯了 美國的政報警察有時候要制服犯人的時候 不是用那個拋繩槍有沒有 把那個網子丟出去 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飛得比較低的 這個是俄羅斯的無人機 現在我們的主觀鏡頭是烏克蘭的無人機 拋出一個網子把你捕捉起來了 對啊 你這樣也把 因為其實無人機很多是靠螺旋槳飛行 是啊 網子一纏上去玩就不能飛了對不對 所以現在大家看到就是說 你俄羅斯在這個階段裡面 說實話 剛剛俊相講了一件事情 大家是不是要增加談判的籌碼 因為如果以戰爭現況來結束戰爭的話 雙方一定都開始攻城掠地嘛 現在也傳述來講說 其實烏克蘭距離核子大戰 我跟你講真的當時只有兩分鐘的差距 因為現在已經有訊息傳出來說 俄羅斯在當時全面 入侵烏克蘭的當天 俄羅斯就已經下令所有的核武基地 要進入全面戰鬥戒備的狀態 三年前就準備隨時會發動核戰 不可能吧 我們都以為是等普丁的三道紅線 被踹破了 他才核爆覆的耶 這個訊息是有曾經在 這個所謂核武基地服務的士兵 他後來其實逃出了俄羅斯之後 向外界所宣布了 他說他們在那個時候全部被嚴格的 這個進行管理 連手機都不能夠帶到 這個所謂的發射基地裡面去 而且他說他們被訓練的要求是什麼 他說因為部隊之前已經是持續的受訓 那等到當時全面入侵烏克蘭的那一天 其實武器都已經完全就定位了 那就定位的概念是什麼 也就是我只要普丁今天只要下令 兩分鐘之內就可以發動所謂的核攻擊 那這個裡面其實大家就會非常擔心 因為核攻擊在過去一段時間一直被談論 有沒有可能投資到烏克蘭戰場上面去 你知道核子攻擊有多可怕嗎 一個所謂的一千噸的核彈頭 按照統計有可能會造成一萬八千人的死亡 甚至所有在這個爆炸範圍裡面 那個什麼水泥建築物 都沒有用 都沒有用 而且爆炸範圍700公尺之內 甚至人員幾乎都會受到所謂的三級灼傷 也就是你並不是被這個炸藥給炸死的 而是被他的輻射熱能 那個部分所燒傷 而且你知道嗎 他當時爆料這個軍人他有講說 他們的任務其實就是要實施核打擊 他們不會被派去前線打仗 為什麼 他也怕你這個洩漏基地的這些位置 但問題是嚴格到說連父母要去看的話 都要提前三個月預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俄羅斯很有可能其實早就做好 所有一切豁出去的這個準備 現在就看了 普丁你能不能克制 你是個心裡面那個衝動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這樣下令 進行核子攻擊的話 很有可能地球真的會面臨到 核子大戰的來臨 爆發核戰 距離只有兩分鐘 這麼短的時間 而俄羅斯更大的野心是 輸出核武技術給美國的敵人 馬老師 亞洲就首當其衝了 烏克蘭武裝總司令 現在是駐英國大使 是 他說了一句話 第三次世界大戰開打了 開打了 當然他有點危言聳心 還沒開打 但是他看錯一件事情 他只開打指的什麼 歐洲 錯 各位 亞洲極可能也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 有什麼風聲 所以各位觀眾 第三次世界大戰 會不會在台海開打 俄羅斯昨天做了三個重大宣佈 第一個重大宣佈 不排除在亞太部署短中程飛彈 這會怎麼樣呢 我告訴你 因為老美已經宣佈 跟日本要在日本部署短中程飛彈 要在菲律賓部署短中程飛彈 他這一部署起來變成一個絕殺戀 對 俄羅斯要進來攪局 你部署我要跟你部署 第二件事情 他宣佈 只要是美國的敵人 他都要把核武器的技術給對方 毛毛的 所以從日本一直到南太平洋 菲律賓整個會變成火藥庫 意思說我的核武器的技術 核彈的發射 我要給北韓 給伊朗 甚至給古巴 甚至跟中國大陸切磋 這不得了 第三件事情宣佈 他要把潛艇技術給中國大陸 這很不得了 你知道中國大陸軍武一直在上升 只有一項大幅落後美國 就是潛艇 就潛艇 好 這代表什麼意思 俄羅斯手跟腳都要伸進亞太 亞洲了 對 亞洲有事 對 俄羅斯有事 這是一個最新的發展 是 好 那這個發展有什麼壞處 我跟大家講一下 斷中程飛彈是多少公里 幾公里 500到5500 這5000到5500 是雷根跟戈巴契夫簽署的潛艇 但2019年美國把它打破 各位知道 5500可以打多少 可以打到哪裡去 從海深威 對 可以 關島只有3000多 是 可以打到關島後面去 甚至可能可以打到夏威夷 完全建制美國而來啊 不只建制美國 是 講三件事情 第一個 南北韓如果發生戰爭 對 我有飛彈可以打 是 台海如果發生戰爭 我有飛彈可以打 你日本日俄是四仇 對 你日本如果繳進去 我有飛彈可以打 然後菲律賓 我也有飛彈可以打你 所以影響層面太大了 對 好 然後俄羅斯現在發覺到 他為什麼要講這個話 他跟北韓 手牽手 牽並牽探 我告訴各位 可怕的是這個照片 各位看這張照片 這是什麼飛彈 這是火星19 是 是10月31號 對 剛剛發射 這個一發射 讓南韓跟美國插了一彈 為什麼 他飛了7687公里高 飛最遠最高的洲際彈道飛彈 然後飛了1001公里 是 準確地打到目標 好 現在所有情報都會出動 這是個什麼東西 發覺它是個新飛彈 那新飛彈 南韓就覺得奇怪了 一個新的導彈 你光固體燃料引擎 就要試很多次 是 對不起 從來沒有任何消息 沒有看你在試啊 沒有看到你在試 那如何橫空出試 就有這一枚呢 引擎俄羅斯直接給的 或者是技術是俄羅斯給的 讓俄羅斯在那邊 所以這個 極可能俄羅斯幫北韓的產物 觀眾朋友 全世界都在問 俄乌戰場越來越失控 而普丁還可以忍受多久 烏克蘭在發射了 連續六枚的遠程陸軍戰術飛彈 攻打俄羅斯軍火庫之後 它再出手 而且這一次羞辱性更強 烏克蘭這一次發射的是 英法共同研發射程廣達 250公里的暴風引飛彈 命中了普丁的地下掩體之一 今天馬老師 憂心忡忡地要來告訴我們 為了爭取更多的談判籌碼 美國 法國 英國 相繼提供遠程飛彈去攻打俄羅斯本土 贏在川普普丁的紅線 就不怕引爆世界核戰嗎 川普的小兒子在推誌上寫了一句話 是 第三次世界大戰 美國未來總統的兒子 想出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人類79年之後 真的要面臨核子戰爭 要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拜登瘋了 還剩下一個多月的任期 說哈出去 各位 前天 六枚 美國的長城飛彈 棒 打中了俄羅斯的軍火庫 是的 昨天 英國的暴風之影 長城飛彈 十二枚 棒一下 打中了普丁地下碉堡之一 你各位看 而且這個影片多可怕 是誰造的 烏克蘭居然用無人機 掀在目標的上空 然後造風暴之影 擊中俄羅斯的畫面 所以今天他要發射之前 他牢牢早在200公里去外等著了 各位 這簡直是對普丁最大的羞辱 而且是把普丁逼入死角 更重要他攻擊的是 庫爾斯克 各位 普丁在庫爾斯克現在駐紮了5萬軍隊的部隊 1萬北韓軍隊 要在1月21號川普上任之前 把庫爾斯克整個收服 現在拜登告訴普丁一句話 No way 你不要想好 兩天18枚中程飛彈 讓俄羅斯有史以來 第一次受中南飛彈高級 把普丁所有的紅線全部打破 更可怕 各位觀眾 是這個 拜登就在長程飛彈發射的時候 居然同時簽署了解除禁令 提供烏克蘭殺傷性地雷等等 所以我們講到了現在在進行天冷了 整個地上泥泥都結成越來越硬的冰雪之後 鋼鐵洪流大軍要正面對決的時候 現在批准的這一批殺傷性地雷影響有多大 好 大家馬老師地雷嘛 地雷有什麼了不起啊 什麼戰爭沒有地雷啊 各位觀眾看這句話 解除禁令 過去是不准的 我告訴你 1991年只有在波安戰爭的時候 用了這個東西 在最後一次是2002年 在阿富汗戰爭的時候才使用了一次 歐巴馬總統上任 立即下令 除了朝鮮半島有限度使用 全世界禁用 20年來沒有用 現在重新開放 我告訴你 二武戰爭開放 打開打之後 是 不知道拜登政府說了什麼話 說什麼 什麼都可以給你 對 殺傷性地雷禁止 現在什麼都可以給了 美國政府在全世界禁用 殺傷地雷 拜登也說 對不起 我不會給你 結果 在他還剩下一個多月任期的時候 他突然間解除禁令 各位觀眾你知道 美國現在庫存有多少枚嗎 多少 超過三百萬枚 是 把這三百萬枚 萬一送去庫爾斯克 天大地大 這個地方變成人肉的絞肉場了 我告訴你 長城飛彈 對 殺傷性地雷 這兩件事情是什麼意思 把普丁 逼上絕路 逼上死角 拜登就希望你普丁 你打吧 用核武去打烏克蘭吧 我們本來以為 二武戰場 現在進入了最後終結之前的垃圾時間 等普 那個拜登下來 川普上去 所有的局面會重新改寫 對 沒有想到 進入了死胡同 魚死網破 你講對了 所有人都認為川普是和平的 他要結束 惡烏戰爭 誰也沒想到 拜登不服輸 在最後關頭 垂死掙扎 全面縮哈出去 不惜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惜引起核武戰爭 好 普丁現在非出牌 非出手不可了 你說哈 好 普丁現在除了兩手牌 一手是和平牌 一手是武力牌 對 和平牌 普丁居然在今天宣布了 談判五條件 是 這談判五條件 不是講給泽倫斯基聽的 也不可以講給拜登聽的 因為你們現在逼我逼要死角 一把講給誰聽的 講給誰 川普聽 普丁寄望的是 川普你點頭 你滿當我的五個協議 否則的話 普丁說你我靠不了了 我靠自己 和武 好 現在普丁一手談一手 我告訴你 所有的動作都做出來了 我問你一件事情 為什麼現在 住在基普的美國大使館 西班牙大使館 意大利大使館 希臘大使館 全部封閉 全部測源 他們害怕普丁何報復 不是 有跡象 當然我先講一下 泽倫斯基要求 你這樣損傷民意 民心 那美國大使館先宣布 有限度要開放的 是 好 第一個跡象就是 居然俄羅斯的機 靠近烏克蘭基地 發現了图95跟图16洞的身影 各位看 這是什麼東西 白天鵝 失神之意 白天鵝 居然有29架 飛到了烏克蘭邊境 老师畫面在飛的 這個就是白天鵝 它是什麼樣的一款 戰略殺器呢 各位 白天鵝 全世界最大 最重 飛最快 飛最遠的核子彈的遠程戰略轟炸機 我告訴各位 它 這樣展翼起來56公尺 它全長54公尺 全界最長 第二個它540噸 全界最重 我告訴你它可以帶12枚核彈 它的時速可以到2200公里 這這麼快 才這麼重呢 沒有戰略轟炸機 可以飛這麼快 然後它可以飛到12300公尺 也就是說全美國 它可以飛過去用核彈打理 它居然要用這個東西 帶12枚核彈 現在跑去這附近 天大地大 我告訴各位 普丁在今年 還曾經跑去試飛了白天鵝 普丁上白天鵝 注意看 這普丁 就這個畫面 普丁 看到沒有 你看這白天鵝多可怕 它上白天鵝試飛了30分鐘 然後試飛看 普丁試飛白天鵝 我跟你講這個是 看到沒有這白天鵝 居然出洞白天鵝 我告訴你 全世界都沒想到 這就是為什麼害怕 如果用這個轟炸機譜 那天大地大的事情 好 那還有一個 除了這個圖16洞之外 還有圖95 那各位想 馬老師 圖95根本是老飛機了 各位看 這是新照片 圖95 天啊 你看它下面掛載 這些密密麻麻的 不是 它帶的這個是 KH-1洞1 好 馬老師 KH-1洞1也是老炸彈 各位知道 最近在烏克蘭戰場上 美國人驚奇的煩惱 撿到吹片 一看 撒住了 新改裝 雙彈頭 雙彈頭 就是它飛彈一打出去 兩個彈頭 兩個彈頭 啪一出去 攔得了一顆 另外一枚打到你就 沒死半條命 你沒錯 兩個彈頭 你攔第一個 你攔不到第二個 這第一個 第二個他們現在發覺 雖然不是核彈 但第一個彈頭被你打的時候 第二個彈頭居然是 這個 極速的鋼片戰鬥 啪 下一片撒出去 是 所以現在撿到了 居然它是改裝 看多可怕 KH1動腰 現在他把這兩個殺技 弄到邊境了 好 除了這個之外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大事物要干壁 因為他們本來以為 你如果打吉普 用的是 伊斯坎德爾M導彈 這導彈也很厲害 現在居然傳出來 普丁要動用 RS-26中層彈道飛彈 你這樣用長層飛彈打我 對 我就要用RS-26 你知道RS-26 它可以帶核彈嗎 它可以帶六枚核彈 第二個 它一枚底 可以打多遠呢 伊斯坎德爾導彈的 三倍的重量 是 它最大射程 6000公里 涵蓋整個歐陸 整個歐陸 它要動用RS-26 好 西方國家說 沒關係 你RS-26的發射警 甚至你的機動車輛 我盯著 我都盯到 對 你車輛一出發射場 我就盯到 我已經盯到 你的發射警 你打開我就知道了 對不起 現在普丁下個新命令 我要全面啟動 俄羅斯的鐵路導彈系統 什麼是鐵路導彈系統 就是鐵路導彈系統 就是它 注意看 俄羅斯的鐵路 你知道多少公里嗎 12萬公里 是 全世界第三場的 哇 你看看它停在那個地方 升起什麼了 我告訴你 它的鐵路 每一個鐵路 帶六枚 是 RS-26的導彈 垂直發射的 你看 對 然後它時速200公里 是 它一天可以移動2000公里 對 我告訴你 它在12萬公里的鐵路上這樣飛遲 美國根本掌握不住 美國說你要掌握住它這個列車 要分辨出來掌握住 要數百枚衛星 間列衛星才看得清楚 馬老師給我們看到 這一段運送鐵道的 彈道導彈的系統 我想到的是金正恩 我想到了北韓 原來北韓就是跟這個主事業學的 對 全世界就只有北韓跟俄羅斯 有鐵路導彈系統 鐵路導彈系統最難被察覺 最難被發現 最難被摧毀的 現在普丁王牌進出 王牌進出 最後一個就是 普丁的一個馬吉 心腹 他是俄羅斯的主播 各位觀眾 這俄羅斯主播居然是說 如果到最後 俄羅斯普丁將引爆波塞東末日雨雷 各位看 他還放個影片 布林特一打下去之後 英國在地圖上消失 暴風之影 你敢拿給烏克蘭 我就讓你消失 不見了 英國整個島在地圖上消失了 哇 不見了 山島 為什麼 各位知道波塞東是什麼東西嗎 它是核動力的魚雷 你有聽過用核子當引擎的魚雷嗎 所以這個水底核彈在下面是游不累的 它一直在那邊遊蕩著 因為它的引擎是核引擎 所以它又快 你根本抓不住它 它永遠不累 它一直在深海 還沒完 它帶著核彈 我告訴你 一打中之後 它不是核彈爆炸 它的引擎也自己沒核彈 那不就海底的核海嘯了 我告訴你 各位看他們做影片 500公尺的海嘯 人類沒見過了 波塞東一爆炸 500公尺的海嘯 把整個英倫山島都淹沒 俄國人說 從此英倫山島在世界地圖上消滅 各位 當然這可能性只有萬分之一 萬一發生了 人類比第一次戰 第二次戰 還場的悲劇 是會不會發生 拜登 普丁 澤蘭斯基 人類全體的命運 在你們三個人手上 聽馬老師講到這個地方的人去 普丁等一個人 等川普上去 同時川普要能 對他提出的五項和談的條件 要能買單 要能點頭 你一點頭我忍了 我忍到你上任 接下來兩個月不會出大事 但要是能等的話 也還事情可以化解 問題是 澤蘭斯基可不想等 澤蘭斯基現在加大力道 展開無人機的攻勢 一步一步的破進 一步一步的極限施壓 普丁啊 事實上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你川普上任之後 感覺上好像俄烏戰場之間 有一點和緩的空間 但問題是這一段時間 你看俄羅斯動作也很大 澤蘭斯基動作也很大 因為最擔心是什麼 如果大家雙方要上談判桌的時候 用所謂的烏克蘭戰線線況 來作為談判的條件 現在大家當然想盡辦法 攻城掠地啊 所以你看 克里姆林宮現在講說 如果要說凍結烏克蘭戰線的 這個現況 我跟你講 我們也不滿意 但問題是我們看看川普嘛 我們願意跟川普來談 因為之前川普所釋出的條件 感覺上對俄羅斯來說比較有利啊 你把說俄語的地區都劃給他 聯手把烏克蘭給賣了 當然啊 那拿到的可能不是只有烏冬啊 那你得先問問澤蘭斯基 我要不要讓你賣啊 所以現在外界也認為說 你克里姆林宮 現在感覺上釋出這個善意 是不是未來有可能會瓜分到 更多所謂的烏克蘭土地啊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 事實上對於這個所謂烏克蘭來講 烏克蘭自己本身呢 他們也努力的在改變他們 大家都講說你們今天 要這個堅守陣地 甚至我告訴你 我有打俄羅斯的能力啊 所以你看烏克蘭軍隊啊 現在有一個新的無人機母艦 無人機航母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已經過去看到說 無人機航母 航母應該在海上走對不對 但不是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它是一個大型的無人機 但是它的翼展下方啊 兩側各掛了一架無人機啊 無人機釋放更小的無人機 沒錯 而且他現在講說 我這兩架無人機呢 不是只有把它釋放下來 你看它不同的這個視角 視窗上面去看得到 你看它投放的第一架對不對 而且第一架下去之後 你現在看到畫面的 這個左方的那一個 就是它投放下去 那個無人機的這個視角 而且這個無人機要幹嘛 你知道 進行攻擊啊 它第一飛零空耶 是啊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它現在告訴你說 我現在在測試的時候 是一個航母呢 帶兩架無人機對不對 是 我未來可以帶六架耶 那又不是無人機 零空大爆發了 所以接下來你可以看得到 而且你在畫面上面 所看到它在做這個 所謂的攻擊的這樣一個畫面 有沒有 它接近了 那個卡車就不見了 就被它攻擊掉了 所以這個可能對於未來 這個所謂的戰場上面 會不會再造成整個 這個大家 在關注的一個重點 而且不只是這樣 最近大家發現到了 這個烏克蘭軍隊 使用無人機載具 真的是太厲害了你知道 剛剛看到的是無人機 它現在沒有 我告訴你 我的無人機可以模組化 為什麼你知道嗎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的 我們一般來講說無人機 你上面要嘛 就是變成自殺炸彈對不對 他說沒有 我現在要裝機槍也行 我能夠裝什麼都行 空中砲艇 我只要按照 我今天的這個設備的需求 我設備就可以改裝 而且不只是這樣你知道 他們甚至也在測試什麼 新型的遙控武器模組系統 這個幹嘛你知道 最簡單的說法 它其實就是在無人機上面 它也可以搭載所謂的機槍 那當機槍的時候 我就不是只有一次性的攻擊 我的攻擊的這個狀況 我可以擴大我的攻擊面積 而且再來就是說 發現到烏克蘭軍隊 在這個生產無人機的部分 它一年可以生產300萬架 你知道嗎 而且現在被發現到說 烏克蘭軍隊 它的為什麼戰力一直保存住 因為它90%的攻擊 都依靠無人機 所以你講到的是 無人機在俄烏戰場 毛跟盾的對決 這個是毛 你要去攻別人 你要去戳別人的心臟 那俄羅斯普丁也是一樣 瞞牽無人機來攻打你 所以烏克蘭這邊 它也發現到就是說 所有的無人機載具 雖然沒有人 但是它有東西在控制它 為什麼 就是訊號 那你看烏克蘭 他們其實在接下來這個畫面裡面 你會看到一個非常特別的狀況 因為它是一個四軸無人機 先盯著它們自己的 這個所謂的坦克車 但是本來旁邊有一架這個無人機 感覺上要去攻擊這個坦克車 但莫名其妙 它居然沒有對到這個目標 你看坦克車在這個位置 剛剛那個無人機居然掉下來 閃過了 所以它被它鎖定的這個無人機 是俄羅斯的無人機 然後讓下面趕快逃過一節 是烏克蘭的坦克 現在被認為說 事實上 剛剛我們在這個視角上面看過去的 這一架拍攝的無人機 它只負責拍攝而已 它很有可能 它整個電子戰的防禦系統 是裝設在這個所謂的 剛剛你看到這個坦克車上面 也就是它如果偵測到 就是有無人機接近它的時候 它自動發揮反制的效果 讓你的無人機 沒有辦法接收到一些相關的訊號 導致你沒有辦法攻擊它 而且我們在看到 烏克蘭除了自己本身 在使用這個無人機之外 包含德國在最近也向烏克蘭 提供4000枚的神風無人機 那我們只要一聽到神風就知道 它是屬於自殺攻擊型的 自殺攻擊型的神風特攻隊 自毀型的你知道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以他們提供的卡馬無人機來講 飛行的範圍達到100公里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跟彈簧刀無人機看起來 其實非常非常的類似你知道 但重點是什麼你知道 因為它現在其實 因為它本身的飛行範圍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也讓大家就覺得說 如果這些東西被烏克蘭 真實在運用到戰場上面之後 很有可能對於俄羅斯來講 會是另外一個新的壓力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觀眾朋友 德國的4000枚的神風無人機背後 它說明一件鐵真正的事實 在川普即將上任前的 這兩個月的垃圾時間 北約加速大集結 不能夠讓烏克蘭被賣掉 如果烏克蘭被賣掉的話 他們少了前線的緩衝 北約就要首當其衝了 而且不只是這樣 你記得當時拜登不是簽署 就說好吧 我同意你 烏克蘭可以使用我遠程的武器 對 烏克蘭就真的用給你辦 所以可以看得到 其實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剛剛提到無人機這些東西 可是真正在戰場上面 最重要的地面的火炮 這個少不掉你知道嗎 那現在在烏克蘭戰場上面 也發現了有捷克制的 這個低塔的 這個所謂的 這個輪式的流炮車 那事實上這一個自走炮 我們之前國軍 也有人對它是產生 也很高度的興趣 它的差別是什麼 很厲害嗎 我跟你講 它真的最大差別是 你看它這個自走炮的部分 它本身是用所謂的 輪行的車輛在作為帶動 機動性夠高 對 而且它是屬於 全地形象的一個設計 所以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過去看到 我們通常這個射擊完了之後 很有可能我的這個 陣地位置就被發現 但是因為它具有高度的機動性 所以它打完了之後 本身就可以快速的脫離戰場 如果你要回擊我 你只會浪費這枚炮彈而已 是 再來就是說 通常像這樣的一個自走炮部分 你的彈藥裝填這些都很麻煩 但是因為它本身也配備了 自動裝填的彈藥系統 還有它的瞄準的能力 基本上都是透過電腦來作為控制 所以它對於它保存了 這個所謂的自走炮 在發射完了之後 能夠快速脫離陣地 就會發揮非常大的這樣一個效果 這也代表什麼你知道 它不用再擔心說 我發射完了之後 被俄羅斯整個找到之後 哇 立刻被摧毀 它可以快速的脫離戰場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領東之戰的降臨 地上都結成硬硬的一塊雪地 會進行鋼鐵洪流的對衝對撞 你再看看 烏克蘭手上握有這一款 開罐神器 對於這個地面坦克車來講 其實防護力最強的地方 一定是底盤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戰車很怕那個坦克雷 但是美軍現在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這兩個人提著一個箱子 你想說它在幹嘛 我跟你講它現在拉起來 這個東西厲害了你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飛天地雷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事實上它在這個地雷的周邊 放置有四個爆炸物 那它是採用感應式的方式 所以當它感應到有這個車輛 地面震動來之後 你在畫面上面所看到 它居然從旁邊彈出第一個 然後彈出來第一個之後 它會去偵測你地面移動的目標 在你地面移動目標的上方產生爆炸 這個是非常要命的拋物線 換句話說它算準了 而且風篇修正 它算準你的速度 它彈射出去之後 自由落體一落下 剛好就在你的頭頂上爆炸 而且我們剛剛提到 像這種裝甲車輛 防護最強的一定是它的底盤 對不對 但是防護最弱的就是最上方 你的頭頂啊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 我們在看到這個俄烏戰場上面 很多坦克車被摧毀的時候 都是砲塔的那個地方被擊毀掉 所以當現在美軍把這些東西 這個交到這個所謂 如果要交到這個烏克蘭手上去的時候 對於烏克蘭來講 它很有可能反而會變成 去獵殺俄羅斯裝甲車輛的 一個必殺器 俄烏戰場是要結束 還是進一步失控升級 有一個國家置為關鍵 就是過去三年來開打一千天 非常曖昧 非常不表態 但最近藏不住浮出水面的中國 它涉入有多深啊 現在很多人都會覺得就是說 俄羅斯你的底氣 會不會來自於中國 給你這些援助啊 當然中國方面 他一定都是否認 但問題是呢 現在丹麥居然把這個目標 鎖定到中國 這個前提前面是因為 波羅的海那時候有兩條海底電纜 結果被人家被勾斷了你知道 當時大家都以為講說 是不是哪條船 他可能不小心 他那個毛剛好放下去啊 剛好起毛的時候把他給勾斷 但是他們現在懷疑說不是喔 這個很有可能是蓄意破壞 因為他們去查這個所謂的 海底電纜的時候 居然發現到它的切口面 非常非常的平整 所以呢不太像是用硬拉的 把它給拉斷了 而且呢他們知道 丹麥海軍現在鎖定了 中國的這個一鵬三號的這一艘船 這是什麼樣的一艘船隻 他們就在懷疑講說 你雖然講說我是不小心 我是經過這邊啊 但是呢很有可能是什麼你知道 很有可能是你在蓄意破壞這個電纜 而且他們其實啊 在追蹤這個所謂的 一鵬三號這艘船的時候 發現到他現在正試圖要離開 所謂波羅的海的這樣一個海域 所以丹麥的這個軍方已經強調了 就我今天追蹤到你之後 我不是只找你的蹤跡而已 我要登船檢查 去查查看你船上面的設備 是不是呢 你刻意來破壞這樣的一個電纜 開打一千天到現在 一直都在懷疑 一直都要釐清中國介入的角色 現在抓到了 南華早報說 新疆產出一批又一批的無人機 就往莫斯科送啊 這個也非常特別 就是說當中國大陸在否認說 我沒有協助這些的時候 南華早報你們自己就講說 我告訴你 其實俄羅斯武裝無人機 好多都是在新疆這個地方製造的 甚至他還把這些po出 還告訴大家講說 我們這個無人機 我跟你講 我們載重量是50公斤 還可以飛到2000公里左右 但問題是呢 過去大家在講說 你俄羅斯啊 現在在應付這個戰場上面來講 你有很多這個生產設備或什麼 也有受到一些管制啊 沒錯 但你源源不絕擁有這些東西 難道真的如南華早報自己說的 他的俄軍的無人機 是由中國來暗自幫助的嗎 觀眾朋友 二屋戰場出大事出大大事了 美國遠程飛彈對烏克蘭開綠燈之後 短短幾天 二屋戰況一路往最擔心的失控情境惡化中 這一批陸軍戰術飛彈 烏克蘭才拿到手 直接拿來轟炸200公里外的 俄羅斯境內的軍火庫 普丁又一條紅線被踹破了 最近的發展 馬老師趕快要來告訴我們 美國今天緊急宣布 駐烏克蘭大使館關閉 看到了什麼樣的危機迫在眉睫呢 拜登的一千零一夜 拜登瘋了 好 昨天是俄乌戰爭一千天 是 六枚長城飛彈 美國制著長城飛彈 對 飛向俄羅斯 棒 打了俄羅斯的火庫 我告訴各位觀眾 俄羅斯立國以來 第一次被長城飛彈攻擊 好 這是一發生之後 天下大事了 俄羅斯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宣布 我一定會適當地回應 是 他做什麼事要回應 要回應什麼呢 好 各位觀眾回應這個 這是最新的新聞 美國駐烏克蘭首都基普大使館 經通知 以接獲勤之將會有重大空襲 大使館即刻完畢 員工就地避難 美國公民注意空襲警報 所以俄羅斯普丁的報復要來了 還有重大空襲將之 我告訴你 這一千天來 基普有沒有受到各種空襲 多著 多著 為什麼叫做加兩個字 重大 難道是戰術核武嗎 難道是戰術核武嗎 核戰要開打了嗎 空襲已經很多很多很多次了 對 第一次加上重大 難道是空襲 是戰術核武嗎 人類七十幾年之後 二次見到核武嗎 在昨天美國的飛彈 一飛進俄羅斯一打之後 俄羅斯馬上開了一個會議 做了一件事情 降低動用核武門檻 這什麼意思 我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俄羅斯動用核武 有一項自我規定 我絕對不對 沒有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使用核武 這就是一個安全裝置 安全法 但是它修改為 沒有擁有核武的國家 如果你接受 核武國家的武器援助 常規武器打我俄羅斯 我就用核武打你 它現在是不是在回應 烏軍首次使用陸軍戰術飛彈 這件事情 還有背後的美國呢 這就是告訴全世界 我要用戰術核武回應了 它要用什麼 哪一種核武戰術飛彈 回應這件事情 簡單說 可能我跟大家講一下 全世界核彈有多少枚 幾枚 一萬兩千枚左右 是 俄羅斯佔了多少枚 幾枚 5977枚 全世界一般的核彈 在俄羅斯手上 大家一定要知道 核武分兩種 一種戰略核武 戰略核武 甚至有一百萬的 毀天滅定的那一種 毀天滅定 就是一枚又毀個城市了 第二個叫戰術核武 好 一般認為戰略核武 俄羅斯是不會用的 但戰術核武 小規模性的 它是有可能用的 是 那現在注意聽 俄羅斯在7月的時候 從演練 戰術核武的部署 發射 為什麼戰術核武 要部署發射 戰略核武 它都在發射井裡面 它井一打開 直接就發射了 戰術核武 它是在儲存庫裡面 它要運到飛彈基地去 裝到飛彈上面 在發射 所以 它要運到什麼飛彈上面呢 就是要分到 伊斯坎德M的飛彈上面去 那伊斯坎德M的射程約 483公里 所以 現在美國所有的衛星 所有的情報 都在俄羅斯上面看到 只要你戰術核武的 一有一場 運輸 因為你要運到發射場 去裝在上面 你只要一有動機 一有運輸 我就立刻要發布核警報 七月就在演練 戰術核武的部署跟發射了 對 就是為了你 敢用長生飛彈打我 我就用核武回答你 好 各位不要說我 我言聳聽喔 俄羅斯現在大量量產 注意看 這個是叫立方體M 什麼叫立方體M 這個是貨櫃嗎 不是 它是核武的防備 這個防空洞 各位看 它這什麼東西 它一次都是兩個 對 大量量產 它部署民間 是 第一個 它是用鉛座的 鉛座是什麼東西 它可以防輻射 防輻射 防放射線 對 第二個 它一個可以 裡面可以待54個人 另外一個是儲存物資 跟醫療救治用的 所以俄羅斯現在已經 完全連本土都開始 我用核武打你 不用核武回我 已經做好了 核戰的準備了 各位觀眾 不要把這件事情小看 我要跟你講 兩個人講的話 一個是川普的小兒子 他今天在社群網站上 你知道他講什麼東西 他說我父親 正在創造和平 拯救生命 但是 美國的軍工業 正在進行 第三次世界大戰 川普的小兒子 今天在社交網站上 居然用了這個字眼 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 馬老師告訴我們 現在普丁 一手他在備戰 他在演練 七月就演練 戰術核彈的部署 然後一方面 他連防護的 你說的核戰的 防空的 這些避難裝置 他可以容量150人 在裡面應有盡有 可以躲過48小時的核攻擊 都可怕 我告訴你 不只是俄羅斯在做核戰的準備 真的嗎 歐洲國家都在做核戰準備 我跟你講這個小冊子 我老實說毛骨悚然 這個誰發的 瑞典 蘿威 芬蘭 歐洲三國 全部都發了這個小冊子 叫做國民民防紫蘭 上面寫什麼呢 全部都 戰爭發生的時候 對 你要做什麼 對 戰爭沒發生的時候 你要準備什麼 是 我告訴你 在準備的項目裡面 最可怕的就是 叫大家一定要準備點片 點片 點片就是應對核輻射的 點片就是因為核戰爆發的時候 要發生的 瑞典有沒有這小冊子 有的 但以前沒有核戰 是 沒想到會有核戰 對 它現在印了五千冊 五百萬冊 五百萬冊 每一冊三十二頁 我告訴你 最可怕的是 這個冊子上面 有一句話 各位一定要聽一下 這句話是說 如果敵人攻擊我們 對 我們絕不投降 如果你聽到任何 放棄抵抗的命令 對 都是假消息 哇 他堅決地跟入侵的敵方 或者是想 二軍於死亡破 同歸於盡 也就說他告訴全民 我們沒有投降 你聽到投降的命令 都是假消息 我們絕不投降 我們戰死到最後 一兵一軸 哇 你看這個假消息多可怕 所以今天大家都在問 普丁真的要發動 核武的攻擊了嗎 大家都以為 他是被美國逼出來的 大家都以為他是被烏克蘭入侵逼出來的 不 英國前首相來過台灣的特斯拉 他驚爆了這個大家沒聽過的內幕啊 我告訴你 英國人 老實說緊張得要命 我再告訴你今天一段話 我一定要講 普丁的前發言人 謝爾蓋 今天說什麼 說拜登的驚人舉動 就是打這個俄羅斯 對 驚人舉動 讓英國人 可能今年不能彼此說 聖誕快樂 要毀天滅地了 因為他們可能都在 庇護所裡面 哇 普丁的發言人講這個話 威脅英國 一直說 我核彈要打你 好 太陽報今天居然獨家拿到了 這個特拉斯 他的回憶錄 突如其來 還沒出 那回憶錄裡面講什麼 你知道嗎 特斯拉當首相 突然間接到美國來 急密情報 是 說俄羅斯動用核武的機率 你知道多少 多少 百分之五十 高達百分之五十 大分之喔 對 他立即派國防大臣 嚇得要命 國防部長 坐專機飛到華盛頓 是 去跟美國商討 然後他成立一個緊急應變小組 你知道緊急應變小組 每天做什麼事情 每天看氣象報告 看風向 為什麼要看風向 因為俄羅斯如果用核彈 炸了烏克蘭 對 風怎麼吹 風怎麼吹 吹到英國去 他要控制災害管制 他居然連這個專案小組 每天看氣象 看風向 防輻射層 他已經確定 這個核彈要打了 你這個讓我想到了 不久前 我們給大家看過這段動畫 核爆倫敦 現在聽起來 絕非唯言聳聽 我就跟你講 為什麼 特別說英國人 今年可能不能互到聖誕快樂了 這個核爆倫敦 我告訴你 三個多月前是波過一次 是 最近又重播 又重播 大家來看 他就說一個 75萬噸的核彈 在倫敦西敏市上空 棒引爆 這一引爆之後 對不起 這個95公里 95公尺之類的 所有東西 瞬間融化 瞬間融化 不要想生存 那這個爆炸之後 倫敦死亡人數 85萬人 受傷人數 200萬人 所以這個 專門給英國人看 好 我今天最後要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拜登的六枚長城飛彈 打向俄羅斯 點贏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引線 點贏了 點燃了 核戰的引線 我告訴你這還不最重要 最可怕的是 這個川普1月20號要上任 1月20號之前 普丁 現在已經弄了五萬大軍 跟一萬北韓兵 要把庫斯克給奪回來 我告訴你對你 普丁決心在1月20號前 要奪回庫斯克 現在烏克蘭有了長城武器 未來這一個多月 兩個月 將是魚死網破 核武大戰 真的是一觸即發了 觀眾朋友今天聽到最震撼的是 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 今天緊急宣布關閉 就怕陸軍加速飛彈 打過去之後 會不會引來俄羅斯的更大規模的動作的抗議 或者是報復 今天近平來告訴我們 打了1000天的俄烏戰場 會走向和談嗎 或者最後失控 而失控的代價 誰承擔得起 俄烏戰四滿千日 看到這個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他就宣布說 基輔當局要發表一篇聲明 絕對不會向佔領者屈服 一定會抵抗俄羅斯的這個入侵 所以烏克蘭的態度也很堅決 這場戰事恐怕短期之內還看不到曙光 那烏克蘭展現他的頑強意志 尤其在戰場上的推進 雖然俄羅斯現在據說 已經動員了五萬大軍 包括這個北韓協助他的一萬名軍力 加上俄羅斯自己的部隊 要在這個俄羅斯的他的這個地方 被烏克蘭攻進去了 要把他這個趕出去 可是現在看到烏克蘭 他有一支部隊 叫做斯沃伯達因 當時這個斯沃伯達因有至少八名戰士 他們在這個隨著部隊被圍困了67天 超過兩個月完全沒有投降 其中前一陣子三個禮拜 還是整個被圍困三個禮拜 整個要斷水斷糧 要讓他彈盡元節 但是不投降就是不投降 也不撤退 後來打到最後 終於也讓這個八個斯沃伯達因的這個戰士 能夠活著跟這些媒體來告訴他們說 烏克蘭的軍隊是怎麼樣去抵抗俄軍 那你要說二軍去攻烏軍 烏軍他其實也會報仇 比如說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有一艘一等艦的這個艦長 當時他在這個克里米亞 塞凡斯托波爾 他開車的時候你看到畫面 突然砰的一聲爆炸了 是怎麼回事啊 他是被裝了炸藥還是從外面被攻擊 的確他是被裝了炸藥 他被暗殺 是誰要暗殺他 是 後來俄羅斯當局去調查 逮捕了兩個當地克里米亞人 說受到了這個烏克蘭的這個情報局的這個指使 去對他暗殺 為什麼暗殺他呢 因為開車的這一個老兄 他我剛剛說他是俄羅斯海軍 黑海艦隊的其中一艘軍艦一等艦的艦長 那當時他們在克里米亞的時候就下令 發射了這個飛彈去攻擊了烏克蘭境內 然後造成上百名的這個烏克蘭的軍民死傷 所以他當然要幫烏克蘭報仇啊 那以牙還牙的結果就是找了兩名克里米亞當地人 去埋了炸彈在他車底下把他炸死 這已經到了恐怖攻擊的層級 雙邊報復 你報復我 我報復你那個惡意快速的堆疊 你來看看 俄羅斯拿什麼出來攻擊烏軍的佔領 那個惡意的堆疊已經到了 他為了這個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段 想要趕快結束戰事 用OFZAB的這個非常恐怖的高爆燃燒彈 裝在他的這個武器跟常規彈藥彈頭裡面呢 造成在個戰場上使用的時候呢 俄軍他可以用這個去碾壓大部分烏克蘭軍方 他部署的陣地 那這個是會有什麼產生他的效果 他是一個新型的導引航空炸彈 OFZAB 那這種炸彈他裡面包含的燃燒混合物 簡而言之啦 就是一個空氣的這個壓力波 他可以在爆炸的時候呢 產生一種摧毀人體的肺部 還有甚至讓你的壓力那個眼球都會突出來 讓你會非常的難受 會衝擊到你的眼睛眼部跟你的肺部 這個在聯合國劃武禁約的這個條約裡面 是禁止了這個武器 現在烏克蘭發現了 他要去收集這個資料呈給聯合國 你看俄軍打仗對這個烏克蘭軍人 無所不用其極的這樣子 用這種虐殺師的方式來打仗 當然俄軍是想要搶下所有陣地 但是用這種手段也太惡毒了 為什麼我們今天一再的要強調 全世界都要來關注俄烏戰場 一千天之後 會不會一步一步走向失控 除了剛剛你看到的 鳴打鳴槍之外 現在水下的暗戰也是招招致命 就是情報特攻嘛 這個是俄國一直很擅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位於這個地方 是在波羅的海這個地方 接近北歐 那你可以看到波羅的海有兩條海底的通信電纜 最近發生斷裂 就跟之前的這個油氣管被炸掉一樣 那其中一條呢 有高度可能說照物理性切斷 我就直接講 就是所謂的人為性幫你剪斷 那是誰這麼大膽呢 這兩條通信電纜可是接過立陶宛 還有波蘭 瑞典 芬蘭 德國這幾個地方耶 包括北歐這幾個國家耶 之前開膳之初 北溪天然氣在這個地方 一樣被剪斷 都在這個地區熱區 所有最恐怖最致命的獵殺 都在水下進行 所以當然賀辛基跟這個柏林當局就說 這很明顯他們兩邊的兩國的外交部長都說 這很明顯就是被人家人為破壞啊 所以我剛才講什麼物理性剪斷 就跟人能剪斷的 無巧不巧 剛好前一陣子 俄軍的軍艦就現身在這一帶 那有一艘研究船 琥珀號 它進入了這個愛爾蘭海 在這裡呢 有大量連接的這個 所謂天然氣的管線 和海底的這個電纜 那當然這一艘研究船呢 它可以用於深海的堅針行動 還有它的一個無人載具施放 當時還看到在操作三艘的這個 三架的這個無人機 那運作深度可以到水下的這個6000公尺 後來呢 被俄羅斯的軍艦在那邊出現的時候 愛爾蘭的這個海軍就護送它離開 所以你看到俄軍它的軍艦出現在那邊 那北約的這個國家的軍艦也在那邊 跟俄國展開一種特攻情報疊對疊啊 你以為只有俄軍勢力的外擴跟擴散嗎 沒有 在這個地方挪威的漁民一捕魚 你看就捕到了這一條大黑魚 這個大黑魚是什麼東西呢 看起來真的不像魚 像一個龐瀾大物 它就是美軍的維吉尼亞局的這個軍艦 這一艘七八千噸的這個排水量的軍艦 是美軍現在二三十艘的它主力的這個潛 有核動力潛艦 也是有能夠搭載核彈頭的潛艦之一啊 被挪威的漁民 他在捕魚的過程 因為意外就撒著漁網 然後捕撈上 他纏住了他的這個螺旋槳 就沒有想到呢 後來這個對潛艦來說 他的整個漁網就被他拖走了 拖走了之後呢 當這個漁民 這個漁船的主人 接到挪威當局 通知他說你捕到一條大魚的 這個是美軍的維吉尼亞軍艦 他才嚇了一條 姑且也不管那個造成 他可能會被罰款 11萬到13萬新台幣 但你就光是美國的這個 維吉尼亞核動力潛艦 它竟然可以出現在北冰洋這裡 這算是北極圈耶 而且它裡面有12具搭載 戰斧巡運飛彈 美軍已經打造超過20艘 那在這邊出現在這個挪威那一帶 又出現北冰洋 對俄羅斯來說 就是一個集聚跟商中 從俄烏打了1000天 不斷地對外來擴張影響所及 是俄羅斯跟北約的戰爭 我講戰爭一點都不為過 為什麼 首當其衷的北約 現在已經發起了 叫做三個字 這三個字叫做 核共用 什麼意思 他們又打團戰了 把所有能動的核戰略術 戰術武器偷拿出來 要防止普丁的核武威脅 而北約現在也展開動作 在芬蘭境內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 所以韓風24的秋季軍演已經登場了 你可以看到30艘的戰艦跟補給艦 各型的這個軍艦去參加 然後演練對抗那個假想敵的敵軍 想當然了就是俄軍 那之前我們就看到美軍的F35戰鬥機 在芬蘭的高速攻入起降 那這一次的這個韓風24的這個軍演 你可以看到北約在複雜跟非傳統的這個 作戰環境底下 它可以趕快講究的是快速的附屬 所以不只是軍艦還有這個F35戰鬥機 它叫作戰想定的是 所有北約各盟國的機場 你都被攻擊五把降落的時候 就像芬蘭你就要用高速攻入 德國你也是要用高速攻入 你這國家都是啟用你的高速攻入 然後去攻擊 而且重點是芬蘭後來還跟美軍 再去購買AGN-158B的這個空對地的導彈 射程超過1000公里 這就是我們講的AI飛彈 直接從空中發射之後自己會去 身後不理它會去找目標的 它會去找目標 有點類似英法核資的那個風暴之影一樣 所以它通過發射這樣一個巡运飛彈 它是不是也可以攻擊這個俄羅斯的首都莫斯科 好 我就問你了 最後北約喊出的這個核共用威懾 要震責俄羅斯的核擴散 這到底實際它有什麼樣的盾 來抵擋它的毛呢 這個盾也可以說是另外一隻毛 因為當北約同意說芬蘭你可以加入這個核共用的行列 而且讓芬蘭的這個部隊啊 你可以去它的軍機如果像美軍一樣搭載B612的這個核彈頭 你要想看芬蘭就在俄羅斯的境內 他們也曾經發生過戰爭 那芬蘭可以讓軍機搭載B612的核彈頭 意思就是包括莫斯科和整個俄羅斯的一大半領土 都在它攻擊的射程範圍內 那一旦開戰的話俄羅斯你有核威懾 北約也靠著芬蘭在你前線隔壁就有一個核威懾 你的門口我就放了一個核彈 你要用核武威脅 那大家就來氣掛嘛 全世界都在問拜登任期剩下兩個月不到 為什麼在最後的這個時刻 堅持要把遠程飛彈送進烏克蘭 難道一點都不擔心普丁被逼急了 發動核戰甚至爆發世界大戰嗎 他到底拜登看到了什麼危機 答案是金正恩 為什麼金正恩的威脅讓拜登如此的緊張呢 北韓大兵不是被當笑話說當炮灰嗎 不金正恩還打算加派十萬大軍前進到烏克蘭 恐怕讓戰場加速惡化 更大的威脅是北韓恐怕已經具備了 清彈攻打美國的能力 700片原子彈的威力 那是毀天滅地耶 對 現在來講的話 拜登他在出席G20的峰會開場 我們還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美國強力支持烏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我認為在座的每個人都應該這麼做 美國老大哥已經葬香了 已經開始了說我們要支持主權跟領土完整 可是大家就想拜登 你們的民主黨已經選輸了 一月就要交接了 你這時候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呢 因為他看到了金正恩 北韓其實是世界上 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武力組裝的一個國家 所以呢 如果不趕快把它解決到這個事情的話 後面你的烏二戰爭 你很難去有一個完美的一個ending 而在他的任內 他四年那麼支持烏克蘭 如果到最後烏克蘭被賣掉的話 他的歷史定位怎麼辦 這句話就是對著 很可能是川普上任之後 會把烏克蘭賣掉的疑慮跟擔憂 所說的要大家不能夠拋棄烏克蘭 對 因為法國的前總統歐蘭德就說了 川普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二四小時要搞定嗎 是 二四小時怎麼搞定烏二戰爭 烏二戰爭一開始打的時候呢 就想說你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大概三個月搞定 現在已經進入第三年了 他說實際上就讓烏克蘭投降 剩下的事情其實取決於歐洲 所以呢如果再不趕快加強這個進度的話 可能烏克蘭最後不是割地就是投降 拜登到底看到了什麼威脅 答案是金正恩 金正恩如何讓他的北韓大兵 這麼快速短短一個月的時間 加速讓俄物戰場複雜化更棘手 對 大家來講的話 過去來說的話幾十年來 戰爭都是代理的戰爭 或是一個國家對另外一個國家 你知道嗎 普丁把金正恩 金小胖給拉下來的話 這個是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兩個國家一起進來 而且呢金正恩他其實說實在的 他是一個獨裁政權 他就可以派出十萬大軍來協助俄羅斯 大家講說你暴風之翼 你那些特戰部隊怎麼去那個地方就被絞殺了 可是你知道嗎 那是他們沒有見過新形態的戰爭 你慢慢的一批兩批三批之後 當你習慣他的五人機 當你也會操作五人機 當你會弄這些火炮的時候呢 這效果是不一樣的 而且人家講的一件事情 現在來說十萬大軍 烏克蘭你等人在少了 我十萬慢慢的輪替慢慢推 這個等於是什麼意思 打雞血 補血下去的話 其實對俄羅斯的軍力 是有很大很大的一個補充的 相對應的 對烏克蘭來講就是極其不利 更何況是三年打下來 已經冰痞馬困還沒完 真正金正恩的大威脅 不只有十萬大軍要送到前線去 你看他的平壤 幹什麼大事了 我看喔 你在金正恩來講的話 很多人就想說你金正恩 你只會去試射飛彈 當你要不到國際援助 當你們沒有糧食可以吃的時候 就來試射飛彈 不要忘了 北韓有核武 而且北韓恐怕是這幾個 有核武裡面 最有可能按下按鈕發射核武的人 所以他講的話 北韓在金正恩的領導之下 他呼籲軍方喔 金正恩說我們要幹嘛 要持續加強核武力量 不滿足於現狀且不受任何限制 國際社會就是怕你有核武 你不但要不滿足於現狀 你還要不受任何政治 給大家看一下 過去來講的話 大家說北韓來說 可以做生產到112枚核彈的一個能力 它的配料是足夠的 而且他們講說不滿足於現狀 什麼意思 原子彈已經很可怕了 核武已經很可怕了 他們恐怕還有氫彈 氫彈是歷史上 人類歷史上沒有使用過在戰場上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原子彈它是一個核分裂 氫彈是先核分裂之後再核融合 是 宇宙就有一種東西是這樣做的 是什麼 就是太陽 你想想看 氫彈就像是一個太陽一樣 核分裂之後核融合 如果在地球任何地方丟下一個太陽 地球是會毀滅的 所以沒有人 真正敢在實際戰場上面來使用 而北韓竟然有這個東西 好 我問你 每一張金正恩北韓官媒釋出的照片 都有它的政治意涵 比方說這一張 我們知道這個是在隧道裡 在山洞裡 它就是要告訴你 我的濃縮又正在左右兩邊 我有具備核彈的製發研發的能力 對 而這張照片出來 它居然是告訴全世界 我有能力可以製造出毀天滅地的氫彈 你要製造氫彈必須要有黎六 黎六是一個管制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而他們不只是擁有黎六 他們多到去問了敘利亞跟伊朗 你們要不要買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他們自己用是足夠的 甚至要把這些東西給拿出去賣 表示說他們的儲量夠 而且他們有這個技術可以製造出核彈 製造出氫彈 2007年它曾經釋爆 你知道嗎 這等同 那種6000噸的黃色炸藥 他誓爆過氫彈 他誓爆過氫彈 你知道這個人有多瘋 大家不知道這種核分裂在這家核融核 他竟然就給他把它吵下去 吵下去之後 還告訴他的敘利亞的好朋友 告訴他的伊朗好朋友 你要不要來蠻我的技術 所以當時你現在看到這個當時的紀錄畫面 當時在地底誓爆的時候 他引發了地震 引發了地震 然後他還告訴大家 因為他有地震的時候 日本就第一個抗議 日本抗議的時候 北韓說那就是一個天然的地震 日本還去拿出數據說 你那個是垂直的地震 沒有那種天然地震是垂直的 你這個就是核爆 這樣可怕的氫彈爆炸殺傷力 它的威力有多大呢 你知道嗎 廣島 日本廣島被丟了原子彈 那個狀況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氫彈的話 你炸出去 是那個廣島原子彈的700倍 你看廣島的紀錄片 炸下去之後 生靈塗炭 你根本就是人間地獄 如果加700倍的話 被炸的那個地方 不是說會生靈塗炭而已 會消失的 這就是氫彈的威力 而北韓也有這些威力 又跟普丁站在一起之後呢 你說拜登他是不是 嚇到要趕快 在最後兩個月任期之內 趕快把這個事情給結束掉 就嚴重在於金正恩的核武威脅 有真無解 還沒完 清淡又來了 那美軍要怎麼反制 美軍其實已經有一套完整的一個規劃了 因為金正恩你難以受控 可是北韓來講的話 他是一個非常極端獨立 極權的一個國家 大概就只有金正恩他一個人 可以決定要不要發射核武 要不要發射清淡 所以呢 只要他們來用一個網路戰 當你要按下去的時候 不是像電影講的那麼簡單 拿了一個足球箱 然後呢 隨便打開按下去就好 你要聯網的 所以呢 他說透過網路攻擊 在金正恩準備要下打 使用核武器的時候呢 把這個連結點 每個結點給斷掉斷掉斷掉 這個就是點你的穴位 點你的死穴 讓你完全在這個地方 完全癱瘓掉 對 可是這個風險非常的大 你要非常的精準 如果你提早出現的話 北韓就知道說 你網路駭客進來了 你要在那個精準的時間 把它弄下去 所以呢 除了這個網路戰之外的話 你還有一個威懾它的東西 就是什麼 洛杉磯級的潛艇 它裡面搭配了滅國神器 滅國神器是什麼 就是巡弋飛彈 還有非常多的巡弋飛彈 把它弄到釜山 到釜山去之後呢 如果你敢輕舉妄鬥 我就把你發射出去 而這一個洛杉磯的這個 核動力的潛艇 裡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東西 是 ASDS 它是什麼呢 核潛艇 它的吃水非常非常的深 如果你把它想像成 水滅艦來講的話 你根本不可能在潛水域 來使用核潛艇嘛 可是這ASDS 你就當作是一個運兵車 可是它是海下載體的運兵車 當我的特種部隊 需要進行採湯作業的時候呢 全部把人丟進去 而且丟進去有個好處喔 你在裡面不用著裝 你一般來講的話 你在水下必要怎麼 著這個潛水裝備 然後你的氣瓶有一定的時間 你用完了 你就沒氣就會死掉了 可是這一套系統來講的話 它可以做什麼呢 它可以讓你輕輕鬆鬆進去之後呢 把你丟到前線 搶攤之後呢 進行斬首攻擊 為什麼要斬首 關鍵字出來了 觀眾朋友 今天洛杉磯級的潛艦 運進了 已經進入了釜山港 它就是要讓金小胖知道說 這件事情跟你有關 為什麼 我可以從這裡放出了 海豹先進部隊 對 我的特戰可以從潛艇 放出更小的潛艇 進行敵後滲透 然後只有兩個字 斬首 對 因為我們剛才講過了 北韓這個狀況 它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金正恩 他一個人掌握的國家 也只有他可以去按這個按鈕 不管你要發射核彈 不管你要發射氫彈 那如果這個人不見了呢 對不對 那是不是沒有人可以按了 所以呢 如果這個海豹部隊 可以用這一套這個運載系統 進去之後呢 去把它給斬首 那你要斬首有這麼簡單嗎 其實在過去來講 蘇萊曼尼 伊朗的二號人物 雖然沒有你就被斬首過 地獄火 我們美國 是不是也可以用 同樣的系列 把我的五人機 轉控在你的一個部隊 視場裡面的話 然後我們的特種部隊 需要的時候 甚至你直接無人機 你就可以發射什麼 地獄火 對 把它給絞殺之後 如果這世界上沒有金正恩的話 那北韓就沒有其他的人 可以按這個按鈕 沒有人按按鈕的話 那你的核武威脅 跟你的清單威脅 那是不是其實 就化解於無形了 好觀眾朋友 今天打到這個地方 就在倒數兩個月 拜登要下來了 對 川普要上去了 俄烏接下來怎麼辦呢 你看到普丁的每一條紅線 都被踹破了 對 你看今天的遠程打擊的飛彈 也送進去了 然後 不只是美國 現在連法國登高一呼 只要你開口 只要澤倫斯基開口 他連派兵都可以啊 法國也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你不要只擔心美國 我們也有什麼 核武 你想了那麼多 難道我們沒有核武嗎 我們有彈道飛彈嗎 我們有 我們有核彈頭 所以呢把彈道飛彈 加到核彈頭之後呢 我們也是可以做一個核攻擊的 你要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大西洋的同盟也有核武 法國沒出兵支援 所以烏克蘭沒要求 你用反倒裝具 如果你要求呢 我能不能也出兵 所以我今天 遠程的攻擊 直接運進去是最容易的 再來我告訴你 你有核武 我也有核武 對 然後更可怕他告訴普丁 今天如果烏克蘭一提要求 我法國出兵都可以 對 法國出兵 這跟提供武器 是完全不一樣的政治意涵 我用我們法國的人民 來進行作戰 北約就被繳進來了 北約就被繳進來了 因為他知道 北約再不趕快繳進來的話 以後川普上任 你根本不知道 川普要做出什麼樣的要求 對 所以呢把暴風尖影送進去 你有需要 我們也送人 這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美國除了美國之外 法國還有北約大西洋同盟 也都全部繳進去了 所以當北約被繳進來之後 海嘯第一排會是什麼國家 我告訴各位 就是跟俄羅斯接壤 有1000多公里的芬蘭 對 大家想一件事情 台灣的處境 就是等同芬蘭的處境 芬蘭跟俄羅斯 有1300公里接壤的一個領土 在這個Bowder裡面呢 曾經有兩度 被俄羅斯侵略過 所以過去來講的話 他們這個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冷戰時期 包括法國 包括德國 很多的國家都在裁員兵力 然後甚至變成這個募兵制作 只有芬蘭一直是用真兵制 跟台灣一樣 你時間到你就得上戰場 而且你退伍之後呢 你跟台灣一樣 你要變後備軍人 你要列拐 那我問你 白色死神就從芬蘭來的 芬蘭的兵力到底有多強 對 芬蘭的兵力非常非常的厲害 你知道嗎 他們過去來講的話 他們人員隨時可以擴充到28萬人 28萬人是隨時可以上戰場的 然後呢 預備役可以達到90萬人 這個是人員的部分 他們一直以來 不停地補充兵力 除了從美式那邊來講的話 還有得志的爆 爆系列的坦克車 然後呢 K9是跟誰買的 韓國 韓國買的 所以他除了人員的補充之外 他到處去買 而且買完之後呢 他把它弄到同一個平台上面 所以他們是準備好了 五七爆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登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爆新聞 俊項還有優秀的五七爆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發真相 製作詞 製作詞 請按下